木板以后是龙凤坛 这木头到底有多硬呢 它还不是雨林最硬的木头 雨林最硬木头这边叫伊贝 或者叫达瓦利 是这个南美紫坛 那么这个第二硬的 基本上就是龙凤坛 龙凤坛这个木头呢 它密度非常的高 你拿一个锤子拿一个钉子 做成木板 你往里打 这个钉子会这么粗的 你用这么粗的钉子会变弯 就是钉子会打弯 你必须要拿电钻 才能打得进去 这还不是最硬的 这个木头是90 密度是93 那是南美紫坛 南美紫坛的话 你必须要用德国的 或者是杰克那边的锯片 才能锯得动 你用其他的锯片 就是钢度不够的话 那个尺都会爆掉 然后这个木头 林家小姐 在这里 它们在这 就是吃这个 康应的 水营养 超狗地 他在坡里面 也不可能 他在坡里面 那是吧 他的蟹 他在坡里面 他就是一席 也就是一席 他在坡里面 就是一席 他就是一席 这种小虫里面有一些小的小虫是吃银鸟的, 但是其他的小虫里面有点多, 我拍的效果背景区画, 我看你拍什么, 我看我看你拍到背景区画, 突出这个鸟的特写, 明明是我的效果, 你看, 感谢观看